大头菜你就像我这样做,开胃又下饭 包菜先用擀门杖敲打几下 这样每一层包菜之间都会变得松散 再把包菜一片片的接下来 盆里加入清水,加一小勺盐 浸泡10分钟左右 再准备个空碗,打入两个鸡蛋 使出全身的力气充分搅散 油热倒入蛋液,煎至底部金黄 给它翻个面,晾凉备用 锅中水开,加少许的盐 放入泡好的包菜 烫至表面颜色变得翠绿 过一下凉水,再下入提前泡好的沫 超至断生过水投凉 放凉的包菜用力压一下里面的水分 下手撕成小片不需要用刀切 撕好的包菜放入盆中 放凉的鸡蛋皮先横着切几刀 再挪在一起切成菱形块 放入盆中加入泡好的沫 花生米少来点蒜末 少来点小米辣 再来一勺盐,一勺白糖 少量点陈醋,少许的生抽 一勺老干妈或者辣椒油 用我的左手搅拌均匀 好吃又下份的凉拌菜就做好了 大鱼大肉吃腻了,可以试试哟